日本超夯陶瓷鍋 五星主廚都愛不釋手 現在在日本很紅的一個鍋子 它是陶瓷鍋 陶瓷鍋 使用到這個鍋子以後 我就很喜歡這個鍋子 在家裡的環境很小 所以你沒有辦法準備到 各式各樣的鍋子 對 所以我們就只要準備一些就是 小又好用又方便 對 這個在家裡就是讓家裡的媽媽 然後太太也都很好使用 對 日本暢銷菜瓜布 除抗菌輕鬆洗 在日本現在很紅的 對 一個銅的菜瓜布 就菜瓜布 對 菜瓜布 我們台灣菜瓜布也很多耶 對啊 很多 對啊 真的很多 可是它的不一樣 你看厚度 銅有什麼樣的特別的特性在裡面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用到銅的 對 銅的特性它最好的地方是 它抗菌率很強 抗菌 所以它對細菌是很... 可以殺菌的意思就對了 對 消費情報讚 大家好 我是逸玲 大家好 我是彥均 選對好鍋具 輕鬆料理好愜意 誰說媽媽在廚房做飯 就一定要變成黃臉潑 現代的科技進步 廚具當然也跟著進步了很多 不僅有華麗的外表 使用的便利性以及機能性 所以在廚房的媽媽 你要守護全家人健康的同時 也要保持優雅的美感 今天消費情報讚 就要來教教大家 如何提升你的廚藝 以及時尚感的新廚房美學唷 首先歡迎我們的廚具達人 松偉惠禮湘 你好 初見 松尾惠禮湘 對... 還有我們的日式料理的五星主廚 鄭淑和 你好 我是Tayです 請多多謝 對... 各位 你好 你好 我是伊林 我是彥均 請多多謝 你好 那我們... 你好 大家好 他們都會講中文耶 所以我們秀了半天的日文 是沒用的就... 你會講中文 你是日本人嗎 我是日本 可是我有學中文 喔 那這位大學... 我是台灣人 喔 所以我們剛剛都假講的對不對 對啊 還是在他們面前現愁了 真的 不過講到日本人 你對日本人的感覺是什麼 我就覺得他們非常的嚴謹 不管是人啊 做人做事 他們都是非常有規矩跟有條理 感覺好像用到他們的東西 就是絕對透懂的這樣子 真的對不對 他們就整個的民族性對不對 對 走到那邊你就要開始守規矩 然後要有禮貌 然後要站姿 要站好這樣子 對 所以今天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主廚 你要學這個日本料理 說真的 不容易耶 你要跟日本人學這個日本料理 那真的非常不容易 你有沒有什麼 學的那個過程中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樣子 其實它的料理步驟 看起來都是很簡單的 對 但是它因為看起來很簡單 對 所以相對的其實很難 對 因為它每個步驟 每個技巧都很重要 完全都不可以偷工減料 真的 所以那個過程 就是對自我的要求 都很重要 然後 對啊 他們東西看起來 就這樣掃掃的 可是每個看起來都好精緻喔 而且看起來掃 它還很繁瑣 它的那個鍋碗瓢盆 要一大堆有沒有 非常的要求 不簡單耶 因為我覺得 彥均像妳講 妳對日本料理的感覺 妳喜不喜歡 滿喜歡的 就是他們的東西就是很精緻 有時候其實他們那個 上菜的那一順 你就會覺得好捨不得吃 因為每個都這樣子很精緻 對 擺盤啊 對 什麼... 口味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就是層次感很豐富 對 因為我發現日本料理 會有一點那種視覺 就是我要先眼睛享受到 對 才用我這張嘴去把它吃下去 所以每次看到那種日本料理來 不曉得是日劇看太多 一定要先 好吃 然後吃進去就一定要 幸福 那個感覺真的是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請一下那個松瑋小姐 你對日本料理 你雖然是日本人 你也很愛日本料理嗎 我很愛 我在家裡大概都是自己做日本料理 只是... 對 因為東西 實際上是鍋具那些 我當然不會比專家還厲害 是 但是我盡量會在家裡做日本料理 對 因為我覺得日本人對 就是鍋具這一塊 好像分得非常細對不對 廚師就是我們可能平常 就是可能你們光切一個 撒西米的刀 可能就分了很多種 然後不同可能有湯鍋 有煎鍋 有燉鍋 做玉子燒的 也要一個玉子燒的鍋 什麼什麼 好多喔 對 所以這樣子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選對鍋具 對我們的料理 是非常重要的對不對 對 很重要 所以技術是第二 鍋具是第一 第一 是這樣子嗎 是立先立其器啊 不是 我們這樣好像都 否決了我們的大廚 大廚 你要說說話 你要跟我們講一下 要兼具什麼 其實料理的話 不外乎就是經驗啦 就是要用心 要下鼓勤去學習 但是在過程中 其實有好的器具啊 當然是對你的技術上 會有很好的幫助 絕對是加分對不對 因為你看我們平常 像我們台灣人的媽媽 真的進了廚房 就是這樣 整個就是煙霧嘛 對 可是我發現 日本太太不是耶 她們做東西都是這樣子 好像都沒什麼油煙 然後弄不這樣一份一份 很整齊這樣子 對 所以不是是因為她們動作慢嗎 要求是這樣嗎 不是嘛 其實是鍋具是一個 很重要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待會兒達人要來介紹一些 好的鍋具 來教我們怎麼用 然後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的廚房 我們這個媽媽們 就不要變黃臉婆 也可以很優雅的 好好的來料理對不對 對 像一個幸福人妻一樣 這樣子慢慢的 慢慢的切 慢慢的煮 好 那廣告之後 馬上來變一個 很有時尚感的廚婦 好 那我先舉一個例子 像這個鋁鍋 是 鋁鍋它最好用的地方是 它其實很 導熱很好 導熱很快 對 導熱很快 但是這個鋁鍋 它的耐熱性不太好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如果用高溫去煮 那它會 它的鋁的素成分會滲出來 那到那個時候呢 我們身體可能就會 適取到一些鋁的成分 就會有重金屬的阻害嘛 對不對 想要在廚房很優雅對不對 對 可是來 走過來 這麼多 有的沒有的 有的沒有的 對 很難清營耶 就是很難能夠很愜意的 去輕鬆的料理 今天我們要請我們的主廚 來教我們 怎麼分辨好鍋跟不好的鍋 現在像市面上有這麼多鍋 這個 來 烤妳 這是什麼鍋 鐵芙蓉啊 對不對 不沾鍋 那這個呢 這應該也是鐵芙蓉 不沾鍋系列的吧 這是鐵鍋 鐵鍋 對 好 這個 不鏽鋼鍋 對啦 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去那一般 煮海鮮粥最看到的鋁鍋 對 可是這些鍋子在市面上 都看得到啊 它到底有什麼不好 好 那我先舉一個例子 像這個鋁鍋 是 鋁鍋它最好用的地方是 它其實很...導熱很好 導熱很快 對 導熱很快 但是呢這個鋁鍋 它的耐熱性不太好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如果用高溫去煮 那它會... 它的鋁的素成分會滲出來 那到那個時候呢 我們身體可能就會 試取到一些鋁的成分 就會有重激素的毒害嘛 對不對 雖然它... 雖然我們吸收進去呢 可能最大一趴 最大只會滲到一趴 但是還是會就是對老人 以及幼童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甚至呢 對腎臟 有一些譬如說腎臟不好的人呢 或者是有老人痴呆病 可能就會變... 會更嚴重對不對 對 對 有這個鋁鍋就是長時間用 因為它會釋放出那個鋁嘛 對 然後就有重金屬 就造成我們身體的不適 所以這個還是要少用 對 甚至家裡根本都不要用這個 對 很輕 很方便 因為你覺得煮個麵很快 對 再來不鏽鋼 這個不是現在已經說 已經很不錯了嗎 對 每個人都說很不錯 但是你也要看一下 就是在台灣或者日本 我們很擔心的就是 因為不鏽鋼它其實很... 就是重金屬合成起來的 但是有一些比如說便宜的貨 便宜的不鏽鋼鍋 可能就會變成說 它的重金屬裡面成分呢 譬如說是便宜的... 貨量 貨量 那反而這來說呢 它的猛的成分 因為它是最便宜 猛的成分是最便宜 所以會變成說 它對身體 我們試取到的猛的成分 就會很多 喔 所以不鏽鋼鍋 還是要看它那個分 不鏽鋼的那個材質 對 材質 好 那鐵鍋呢 它有什麼缺點 鐵鍋很好 我個人也很愛做用鐵鍋做 可是它最...我一個人在家裡 我最不能做的事 它太重了 對 它比如說要炒飯 要翻鍋時就很不方便 像我現在翻就有一點 就是太重了 手腕可能都會發炎之類的 我要先去健身 可是這實在是有點太重了 對 我現在可以了解這個感受 因為如果太重 我們就會很粗爐有沒有 你在廚房廚飯就變得很粗爐 我們那個優雅感都不見了 對 就是你現在說 它有這種太重的這種 你就不要去假 去這種翻鍋 你就筷子這樣稍微這樣子 拌一炒一下就好 不要讓自己手腕再受傷 對 好 再來就是這個不沾鍋 這個應該是 大家現在都... 應該都不要用比較好對不對 對 因為不沾鍋裡面雖然很少 可是不沾鍋裡面 有一個毒害成分 叫全服性酸胺 全服性酸胺 就是這個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不沾鍋裡面是最怕就是 是鐵符龍 因為鐵符龍裡面就含有這個 全服性酸胺的這個毒害 那這個全服性酸胺 是現在大家目前知道 它是最難降解的 這個有機污染物之一 那它就會有很多那種 毒性存在 那大家最怕的就是會怕造成 這個人體呼吸系統的問題 那久了之後 可能或許會導致 這個新生兒的死亡 甚至會導致這個全球的污染 然後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大家現在都要說 要小心不沾鍋裡面 小心它的鐵符龍 就是怕這個毒害會越來越嚴重 對 它的賴熱能力 其實只有兩百六十度左右 是 那像我們烤一個肉呢 其實它的表面溫度 就會變成三百度以上 甚至有時候會變成三百度 所以到那個時候呢 就很恐怕它的鐵符龍 不沾鍋成分就會融亂出來 全部都融出來了 對 因為它的耐熱度是不夠的 然後它的剛剛講的那個叫什麼 全浮心酸鞍 我覺得婆婆媽媽真的要學起來 真的 因為可能 聽到這個名字就昏倒了 就覺得說不好不好 什麼不好要自己了解 對不對 所以這個還是要少用 雖然它不沾鍋 非常的方便 可是健康還是最重要 對 健康還是最重要的 那現在我們廚師 我看你前面有準備 現在是要秀你的廚藝了嗎 你那個鍋子又是什麼樣子的鍋子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不沾鍋 這個就是不沾鍋 一般市面上的我們就是不沾鍋 因為其實我們以往市面上的不沾鍋 有一個缺點就是它只有 一開始新的時候是不沾鍋 但是你下去洗幾次 鍋子用了幾次以後 像你現在應該都有聞到 對 就是有一個 對 應該是塑膠感的那種味道 對 一般很明顯的不沾鍋 就是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說你還沒開始使用它 其實它已經就在燃燒不好的氣味出來了 可能就會不好的氣味出來了 所謂的不沾鍋 好 我們來試試看 你這個是就蛋跟什麼 這個就是只有蛋跟蔥而已 蛋跟蔥 大家都很容易嘛 蔥 蛋嘛 在家裡很容易要煮 對 但是一般你看 不沾鍋的話基本上 不會有這種沾住的感覺 所以已經 而且我已經上很多油了 對 我是上了很多油 才讓它可以有這種 有這種現象 不然更慘 對 是這樣子 對 因為我是怕它說整個都 你看已經開始在燃燃 對 而且我已經有住了 用很少的 很小的火 對 如果一般炒蛋是大火 對 所以那一下就已經 會完全都已經會 就味道會很重 現在已經是廚師級的在煮 那燕君 你試一點試試看 你說我 你們想看我出糗是不是 廚師都會煎成這樣 那你會更糗嗎 當然會 因為那個蛋你要翻我們 這個鍋子小一點可能還好一點 但是如果鍋子再大一點 那個真的是來不及翻 然後就會產生這些 你看這些焦黑的這些物質 他們說其實這些 如果像它這樣金黃色還好 可是你再久一點太焦黑的話 還有可能會有致癌物質出現 對 而且我覺得它剛剛放油 就有很明顯的那油好味就出來 對 來 燕君試一下 那小辦法 我嗎 試試看 老鬼 對啊 今天大廚師 大廚師煎都煎成這樣 你會不會贏他 當然是會大叔 而且他剛才說這個是不沾鍋 對不對 不沾鍋 他們大家都說不沾鍋的特色就是 你可以不用加油 所以我們乾脆 上面還有一點油 你就可以直接放上去了 對 我就直接用這個到底好了 好 這真的是要讓我漏氣的 真的 你看 馬上去黏啦 對啊 它哪有不沾鍋 這根本都沒有不沾啊 所以這就是因為它的耐熱 冷程度不好 是 所以每一次當我們在用的時候 越高溫 它的成分就會越滲出來一點 就是它裡面那個不好的那個 所以它的不沾鍋到後來 就會變成沾鍋 所以說 好的鍋具 才能夠成就一個大廚 對 沒錯 是這樣子嗎 然後我們也比較能夠 輕鬆料理對不對 今天達人聽說從日本 帶來了一個非常好的鍋子給我們 對 那我們廣告之後 趕快回來看看喔 這鍋子很好用 就直接下去就可以了 不用油喔 其實不太用油就是 而且我們是為了證明說它很好煎 我們蛋也都完全沒有 那個雞蛋豆腐也完全沒有處理 我們就直接就下鍋就好了 就直接 就豆腐就這樣直接下去了 對 直接 你看 它是很滑 那個就可以了 對 而且不沾鍋 不沾 完全不沾 看到底它的鍋子了 有沒有 實際做實驗就知道 鍋子的好壞了 對 好跟壞的差別 我們常在講一定要選對鍋具 選好的鍋具我們才能夠輕鬆料理 到底好鍋 它應該有具備什麼樣子的條件 我們要請達人告訴我們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鍋具必備的要素 好鍋具的必備要素 第一個呢 因為我們日本 我們在日本也常煮菜的時候 我們選很多鍋子 可是我們選到的鍋子 不見得是好的 那我用過很多鍋子之後 這是我的條件 我覺得這個必備要素 是很重要的 所以趕快學起來 第一點是 我們的耐高溫要400度 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像妳剛剛在講那個不沾鍋 它只一個訴求就是不沾鍋 不沾就好了 實際上它不能耐高溫 所以一定要有400度以上 對 尤其我覺得台灣在煮菜的時候 都是用高火 大火去炒 對 而且我們還要預熱 那在日本的實驗上 我們看到說是預熱一分鐘之後 鍋子的高度 就是鍋子的它的溫度 會高到360度以上 你說我們 光一開始預熱就要三... 一分鐘就會到300多度 都沒想到耶 對 所以選好的鍋子 一定要它的耐溫度 要400度以上才可以 難怪剛才我們那個不沾鍋 我們才火才乾 熱鍋一下下 對 才熱鍋一下下 那個味道就... 就有抽味了 對 就很重了 那第二點是它要健康 而且環保 對 那像我們剛剛也說過 就是用不好的鍋子的時候 有時候它的成分 會讓我們吸收進去 對 影響了我們的健康 還有就是鍋子如果很沾的話 我們還會用很多油 對 那這樣子會對... 就是環保不好 而且對我們身體的健康 也很不好 對 所以健康環保也很重要 對 那第三點是 兼顧耐用 對 像有時候我們剛剛也說 就是不沾鍋 一開始是不沾鍋的 可是後來它還是會變成沾鍋 對 所以它非常不耐用 而且它高溫一燒就完蛋了 對 甚至有時候我們在炒的時候 可以看到有些鍋子它的形狀 會有點開始變形 對 因為有些人會這麼小子 摳... 重來重去的話就變形了 所以它一定要耐用 對 也要耐用 因為我發現 我們每個人看那個鍋子的表面 這樣看到都感覺很堅固 其實因為你不了解它的特性 它已經壞掉了 你都不知道 你很用心的在做菜 可是反而吃了一堆 不該吃的食物進去了 對不對 對 所以這才是我們剛剛要講的 高硬度也是很重要的 對 對 那最後呢 我們一定是這鍋子 我們每天在煮菜的時候都很累 對 所以這一定要好清洗才可以 這個一定是重點 剛剛我不是要講 時尚感的那個新廚房美學 我們要料理要很優雅這樣子 不要縫頭購面的 然後洗鍋子要很好 那邊那邊嚕嚕嚕嚕嚕嚕 那邊調對的時候 真的是很難看 好 那我們要請達人來告訴我們 你帶來的這個 從日本來的這個鍋子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好 接下來我想介紹 是現在在日本很紅的一個鍋子 因為它的裡面 對 它的裡面是白色的 是 對 那它的成分呢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健康很重要 對 所以它是什麼成分 它是 陶瓷鍋 陶瓷鍋 對 所以它陶瓷 而且它不只是一層 它有兩層 兩層的陶瓷 對 它已經塗了兩層的陶瓷 是 那陶瓷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不會融化掉 所以它的耐高溫度 是達到四百度 對 剛才有講 好鍋的必備調節 對 所以它絕對是可以超過 四百度的耐溫 對 而且它也不會融化掉 對 那它其它的優點就是 這個底部呢 它是鋁型的嘛 它是鋁鍋來鍛造 對 像我們以前 就是很多鍋子都是用型 它已經有型 然後我們把鋁的成分 流進去 對 去燒烤 是 可是這個鍋子呢 它是拿那個以前的手法 是 然後它是拿以前的手法 去這樣 鍛造來做成的 鍛造的 對 就是有手工的部分對不對 對 對 它這邊都是有手工的部分 對 而且這家產商呢 它在日本是在一個 很有名的新線線 對 所以這個新線線 他們做的鍋子呢 都是用傳統手工來做 對 對 而且就是像我們剛剛來說 鐵鍋呢 雖然它對身體很好 對 對 可是呢 像如果我們用這個大小的鍋子 來去做的話 鐵鍋會變得很重 很重 非常重 它唯一的缺點 就是真的有點重 真的太重了 可是像這個我一個手 我就直接可以把它放起來 一隻手就可以了 對 真的 還滿輕的 可是它還是不粘鍋 它有兩層 它已經塗了兩層在裡面 而且在外面 也有兩層的圖形 可是還是很輕 對啊 你看這個小的更方便 那我們要請廚師趕快 好的鍋具來了 現在就不會漏氣了 絕對會做 對 美味的佳肴醬 那那個大廚 現在要先幫我們做什麼 來煎個豆腐 好 豆腐 超失敗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想要就像那個剛剛那個 我們師傅他不是說 日本的食物是要怎麼樣 極致的簡單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就來煎個豆腐好了 就是豆腐這樣切個幾刀 想在上面煎 想說這樣盛上去的時候 一定很漂亮 對 結果一煎全部都碎掉了 都毀了對不對 然後你想要有個 很漂亮的那個豆腐皮對不對 也全部都碎了 真的是想要那個 極致的美學很難 所以講簡單反而越困難對不對 你看豆腐就這樣方方正正 怎麼會不好煎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先塗油嗎 其實這個就 這個鍋子很好用 就直接下去就可以 不用油喔 其實不太用油就可以 而且我們為了證明說它很好煎 我們蛋也都完全沒有 那個雞蛋豆腐也完全沒有處理 我們就直接就下鍋就回 就直接 就豆腐就這樣直接下去了 對 就這樣乾煎耶 對不對 對 就直接你看 它很滑 立刻就可以了 對 而且不沾鍋 不沾 完全不沾 不然那種一般的 不管你是用那種不鏽鋼鍋或什麼 這一放下去立刻馬上就黏住了 就黏住 因為就像剛剛達人講的 它這個火一開就有將近 360度以上了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可以耐高溫 對 然後又不沾鍋 又不沾鍋 而且它不會融化掉 是 那像這個鍋子 一般我們在說好的鍋子 我們要養鍋嘛 對 那我們這在 在一開始再使用它 是需要先怎麼樣處理它這樣子 需要嗎 需不需要先開鍋儀式 是 也是要需要 因為新的鍋子來 我們基本上也是要先 稍微先洗過 那洗過以後只要在爐子上 開小小的火 先開小火 對 小小的火 大概先燒鍋子 大概燒個20秒至30秒 火不能很大 然後再用紙巾沾一點點油 沾一點油在上面稍微擦一下 洗一下鍋子的麵 這也是一個養鍋的方式 對 這就是一個 基本養鍋的方式 好 你看馬上 一進一翻就有了 對 廚師 你這旁邊 為什麼剛剛那個不沾鍋 還是一直擺著 你是不是要做比較給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不要同步一起 看到底它的鍋子的 有沒有 實際做實驗就知道 鍋子的好好跟壞的差別 對 這邊是不是也要開始 同時 這樣我們就有的比較了 來 我們來試試看 所謂的不沾鍋 真的是不是不沾鍋 還是反而一樣更掉漆 真的 好的鍋子真的不怕比較 其實你食材一放下去 就有感覺了 對 你看我們這樣 這個鍋子實在是不太能燒 就是有一個味道 好重 很明顯 它過熱嗎 對 過熱 所以 來了還是真的很重要 真的 難怪他擺平衣的條件 對 那種那種問題 對啊 大師 連大師也要開始大師 也撐不住了嗎 你也撐不住了嗎 旁邊這裡已經開始 大師煮的這個 好像是我在家裡煮的那個程度 就是旁邊開始要慢慢破掉 可是你看這個輕盈 還可以這樣子輕鬆滑動 剛才根本都沒有那個 蘸油對不對 對 為什麼 你看大師也沒辦法 現在反而我變大師了 因為你看我的這個蛋 就可以這樣輕鬆滑動 對 你現在是完全翻不了對不對 對 你的表情又是黏住了 我們大師 我們大師真的被我們弄得很尷尬 明明是你要再用了是不是 而且味道也很不... 味道也很不好 味道很不OK 對 然後我們第一次看到大師 會很尷尬的表情 就是煎一個豆腐 他剛剛講的 即時的簡約 根本簡單不了 簡單不了 左弄右弄就是翻不了鍋 對啊 你看我們那邊 看一下我 好 來 你們看 咕嚕咕嚕咕嚕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裝盤好了 好 OK了嗎 而且可以嗎 因為這個煎的豆腐 本來就是熟的 而且我最喜歡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嗎 從鍋子裡面把食物出來的時候 你是這樣輕鬆就划出來 你根本都不會破壞它的形狀 好漂亮 好棒 這樣就好像有一點 日本料理風的感覺 對 然後上面弄一點點醬油 就立刻漂漂亮亮的上桌 對 上進去我要問你 你剛剛這樣裝那個白 把手會被燙 不會 完全沒有感覺嗎 沒有 沒有感覺 就是整個鍋子 而且它是這種藍色 你知道 很像一個名牌飾品的顏色 你就會覺得整個煮飯 是一種享受 幸福感 所以它兼具華麗的外表 使用的便利性 機能性 而且要對我們的健康這麼好 對 對不對 聽說達人還有另外一組鍋子 也要介紹給大家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告訴你 做一道鮑魚的料理 鮑魚 海鮮 一煎下去就好香 好香 而且它聞得出來 它完全沒有就是對身體有害的 對 就是不像剛才那個不好的鍋子 是真的很明顯 所以其實我覺得媽媽們 也可以從你一開鍋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鍋子的好壞了 對不對 對 對 因為這鮑魚其實也是很容易沾的 對 然後你用這樣這樣子調 不就一下子就會燒灰打黏在一起 就都不會 你看 所以就是這個鍋子好用的地方 那樣子 對 對 所以選到了不好的鍋具 我們今天請到一位大廚 通告不定 我們今天真的很對不起我們大廚 讓他弄得很尷尬 因為那個真的是沒辦法 來 彥均你試試看 對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蛋就立刻破掉了 人家沒有那麼粗魯 你看 好可怕 你看 就會這樣子燒灰打 對 就沒有那種很日本人那種 像師傅這樣子漂漂亮亮的感覺 對 人家明明廚藝很好 剛剛真的很尷尬 他一直在吐 他就是希望把它弄好 對 結果不好的鍋子真的是沒有辦法 而且你看 而且還有致癌物出現 就是那些燒灰打 好 不要再玩那個了 實在是有一點臭臭的 好 那我們來介紹我們的好鍋 當然我們剛剛只是煎豆腐 煎豆腐雖然看起來簡單 其實不簡單 所以好的鍋子 才能夠把它煎得漂漂亮亮的 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考一下達人 跟我們的大廚 料理裡面魚是最難煎的對不對 對 其實最難處理 對 但他們婆婆媽媽最害怕的 對 可是日本人很奇怪 很愛煮魚 幾乎每一餐都有魚對不對 對 我們像我們家裡吃飯的時候 我媽她一定會跟我講說 一定要有魚 不用有肉 可是她一定要有魚 對 他們都很愛吃魚 我覺得我們台灣不見得 每一餐會有魚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看看 這個適合日本料理可以煎魚的鍋子 有沒有通過這項考驗這樣子 來… 其實這個不沾鍋 我們的皮是不是還在 魚皮是不是還在魚肉上 對 衣服是不是還是漂亮的穿著 真的… 還是破一個洞 吸破一個洞 我現在總算了解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 沒有每一餐都魚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覺得 魚的料理非常的麻煩 始終就是做不好 對 對 然後就捨棄了應該吃魚 因為吃魚對身體也很好 對啊 對不對 魚油 對 師傅 您現在在忙什麼 你要不要邊做邊告訴我們 我們要做一道鮑魚的料理 鮑魚 海鮮 所以你現在是 你現在這個鍋子是在做 就是在做一個紅燒的料理 紅燒的料理 好 紅燒也是不容易 因為你看如果每次要挑到 不好的那種鍋子的時候 你看你要放醬油 你要放糖 對 有些人還會稍微放一點 那個番茄醬 是 這些全部都是會黏鍋的 非常黏好不好 對 然後不然就是油要一直加 一直加 為了預防它沾鍋 但是有很多鍋子 是 如果是不沾鍋都是黑色的 對 一般市面上 對 所以當你如果要放醬油 你要放番茄醬什麼之類 你看不出來它的顏色 然後有時候你做出來之後 就會很鹹 對 你看不出來它的很漂亮的顏色 在哪裡 對 所以現在大廚在幫我們用這個 小的這個平底鍋 要煎那個鮑魚嗎 對 一煎下去就好香 好香 而且它聞得出來 它完全沒有就是對身體有害的 對 就是不像剛才那個 不好的鍋子是真的很明顯 所以其實我覺得媽媽們 也可以從你一開鍋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鍋子的好壞了 對不對 對 而且像我們像就煮鮑魚 雖然這個鮑魚或是那個干貝 這樣嚇唬它的時候 它一定會有點水 但是那個師傅這個 雖然也有出水一點點在上面 可是剛剛看它的筷子 好像輕輕一剝 就立刻有不沾的效果 對 因為這鮑魚其實也是很容易沾的 對 很容易就黏上去 對不對 在家裡是完全不敢做鮑魚 因為它馬上就會澆掉 對 它就會黏在鍋子上面 對 我是完全不會做這個東西 真的 這樣就好了嗎 真的還沒 我以為這樣就好了 真的是很簡單 就這樣 你這樣子輕輕一刷 就把那個髒的東西就擦掉了 對 好的 鍋子真的是很厲害 這樣子隨便輕輕一擦 就可以立刻馬上進行下一道 那時間省很多 對 我剛才還在想說 其實有一點點還是有一點點 焦黃的東西 那要怎麼處理 我才想要問而已 然後師傅就馬上你看 輕輕一擦就擦乾淨了 所以它這又出現了 好鍋子必備的條件 對 好清晰 對 所以你接下來是 做這個鮑魚的醬 鮑魚的醬 我發現我們大廚 因為他很認真 很專心的在做 還就沒辦法回答我們 所以就先用奶油 再加一點黑胡椒醬嗎 不是 這是鮑魚本身自己的肝 是喔 所以你剛剛那個黑胡椒 是已經加上去了 就對了 對 對 你用醬這樣子調 不就一下子就會 燒灰搭黏在一起 就都不會 你看 所以就是這個鍋子 好用的地方 對 那個醬之下是在鍋子裡面 是用滑動的耶 對 不然的話通常也是一樣 它不會滑動 它也是會就是有那種 黏鍋的效果出現 對 好方便喔 不會煮鮑魚變得這麼簡單啊 難怪日本人每次這樣 一份一份一小份有沒有 很多種食材 對 我覺得這就很適合早餐 煎個蛋有沒有 或是一點火腿啊 或是煎一下那個三明治也可以 煎一點豬排肉啊 對 或是小熱狗啊 這個有小小的 而且它這樣輕輕一擦 立刻就可以再進行下一道 非常省時間 而且你看剛剛那個火 也感覺很大 可是它的外表就不會 有的鍋子 火一太大一燒就黑掉了 有沒有 沒關係 因為它外面也是塗層 所以完全不怕就對了 所以它外面也不會沾到 對 你看它外面 是哪一種呢 因為你剛才說裡面是 陶瓷的塗層嘛 對 它會不會掉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試試看 它一擦會不會掉 像現在這樣 它有可能火很大的時候 也是會出現黑黑的這樣子 就對了 對 可是用擦的就掉了 一擦就掉了 像有一些鍋子 你張在外面 它外表很漂亮 可是你張在外面之後呢 可能以後就洗不掉 對 甚至你要用力自己挖 對 然後就把它刷壞了 對 好不容易 就很漂亮的鍋子 就馬上就刷壞了 對 因為這個鍋子的顏色 真的讓人家覺得好舒服 你在廚房做事的時候 就覺得整個顏色的那個感覺 感覺配色 對不對 煮菜真的是一直 應該是要一件 是很紓壓的事情 不是好像在趕鴨子上架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灣人 是不是可以稍微 慢下來 緩和一點 對 緩和一點 其實這個顏色 也會讓我們比較舒服這樣子 對不對 難怪人家說日本料理 是一種 就是你一定要先看到 對不對 看了舒服了 吃的時候心情也更好了 有些東西我們剛剛有講 眼睛的料理 對 看起來漂亮 吃起來有沒有好吃 不知道喔 對不對 而且從頭到尾 我們看師傅的手法 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好像自己在家裡可以做 對不對 對 有鮑魚稍微切片 然後上面撒一點鹽跟胡椒 然後就這樣下去煎了 對 它那個好像 整個料理只發五分鐘 對 因為我覺得它鮑魚 就是這樣切片 加一點黑胡椒 有沒有這樣乾炒一下 然後調配一下這樣子 不會像法國人 法國人料理就是很費工夫 可是你看師傅 他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好像自己這樣看了一下 在家裡就可以自己做了 對 難怪他剛才說那種 極致的簡約 我總算了解這句話的意思了 就是其實很簡單 可是你就可以把它做得很高級這樣 一般像我們在吃這個鮑魚 在家裡幾乎媽媽不可能 幾乎不會做 而且它這個鍋子是不是它的 因為妳剛才說 它是鋁鍛造的出來的 所以它的受熱 好像是滿均勻的對不對 不然從它剛剛 在煎那個鮑魚的過程 到它製作這樣這個過程 感覺不會好像說 東邊有熟 西邊沒熟 有時候鍋子就會這樣對不對 對 妳這樣講我就知道 因為妳說說鮑魚 有時候煮起來可能很硬有沒有 就是煮過頭了 頭過大或是怎麼樣對不對 所以它的這個是因為 真的是因為材質的關係 所以它受熱特別均勻是不是 特別均勻 因為它是用鍛造的 而且它裡面的鍛造之後 它還是有故意去塗那個陶瓷 陶瓷它本身也會就是受熱之後 它會導致均勻 把熱導致均勻之後 你不然煮東西其實就很怕 魚頭熟了 魚尾沒熟 不然就是魚身燒過頭 對 都會這樣 對 就是我們一直不敢這樣做 就是覺得說 你今天買到一個好的食材 用海鮮也不便宜 可是你料理沒有做好 你就完蛋了 就把它所有的味道都改變了 現在是上菜了嗎 上菜了 謝謝 太棒了 所以我們就不客氣了 有種幸福感立刻就出現了 對 眼睛先欣賞一下 對 開動 不太開心 所以我們就要說 要說 要學會 開動 開動 對 走 如何 它的味道是不是非常入味呢 因為有些不沾鍋 也有個缺點就是食物不容易入味 因為你在燒烤的過程當中 那個汁收不乾 來 快點 快點筷子拿去 你筷子 對 我全是在等你的筷子 不是 太好吃了 它這個鮑魚的原味都在裡面 好吃 是呀 我吃 真的好好吃 好棒 好鮮甜 這樣我也會做 對啊 而且我自己在做醬汁的時候 其實就是最怕就是 因為你看你剛剛那醬汁 就這麼一點點 最怕就是燒烤搭 但是因為就是有不沾鍋的特性 所以它的這個醬汁 就是完全保留它的海鮮鮮味 沒有任何一點燒烤搭的味道 在裡面耶 趕快講一下那個鮑魚的口感 很嫩 很鮮嫩 對 那個海鮮的味道 是因為大廚的關係嗎 大廚也有關係 然後好的鍋具 大廚又配上好的好鍋具 不然真的是沾鍋那種 你知道嗎 烤到金黃色 就是跟燒灰搭 真的是一線之間 好好吃喔 所以它的好處就在說 我們煮了一道之後 然後後來要做這樣的時候 它的前面的味道 不會再留在鍋子裡面 不會有燦味的那種麻煩 在裡面啦 這是陶瓷的好處 對 我發現有的鍋子 你煮起來好像味道很香 對 然後可是你吃你的食材 已經沒有味道了耶 就是那個口感的味道 是完全不見了 真的好好吃喔 那廣告一下 先讓我們吃一下 待會再回來告訴你 好鍋子怎麼用喔 在日本現在很紅的 對 一個銅的菜瓜布 就菜瓜布 對 菜瓜布 我們台灣菜瓜布也很多耶 對啊 很多 對啊 真的很多 可是它的不一樣 你看厚度 銅有什麼樣特別的特性在裡面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用到銅的 對 銅的特性呢 它最好的地方是 它抗菌率很強 抗菌率 所以它對細菌是很... 可以殺菌的意思就對了 好 剛才嘗完那個美味的鮑魚 接下來主廚要盛盤的是 這是紅燒的魚 趕快 日本料理說米茲 米茲 好吃 北鄉紅燒的料理一定要有醬油 要有糖 要有糖 番茄 番茄醬 對 那是中餐的 日式料理就是清酒 味醂 跟糖還有醬油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不是也是很容易 調對的一個 對 只要有糖的 有糖分的東西都是屬於 很容易沾鍋的 對 現在這是紅燒魚 你看整尾 好幸福喔 來... 所以我們一人一尾嗎 對... 好 賺到了... 趕快... 其實鍋子真的是最討厭就是 燒灰搭的那一瞬間 就是黏住的那一瞬間 真的是叫人有種 成語叫做起虎難下 你都不曉得到底是要把它戳破 還是要怎麼樣 有時候我常常就是 燒灰搭的那一瞬間 真的是愣在那邊 對 剛才不是 我們也為難了我們的主廚嗎 你看光那個豆腐 它就是... 它一直想把它弄好 然後撐在那邊 所以好的鍋子 真的是很重要對不對 你要選好的不沾鍋 你看它的這個特性 一定要選好 它這個是陶瓷的不沾鍋 就不怕會有毒嘛 對不對 而且兩層對不對 對 而且是兩層 而且它底部就是不鏽鋼鍋 自然它的受熱就很均勻 就不怕那菜有一些有熟 有一些沒有熟 所以說的話就是說 像我這種廚藝不精的人 也OK嘛 就不需要大廚廚來啦 對啊 好 來 上菜... 可是你看大廚一出手 這個菜色就要不同了 對不對 我從來不會擺盤這麼好看 我發現真的要學習 沒錯 光看就好滿足 而且它的這個魚皮 你看 多漂亮啊 都沒有破皮 對 那個大廚不好意思 那我跟彥均就負責吃 接下來的後續工作就靠你了 是 沒問題 對... 因為我知道你也是一個使用者嘛 你本身的廚藝非常精湛 不打緊 然後又用了好的鍋具 來 自從用到...使用到這個鍋子以後 我就很喜歡這個鍋子 因為在我們餐廳會有比較 職業在用的鍋子 對 但是在家裡的環境很小 是 所以你沒有辦法 準備到各式各樣的鍋子 對 所以我們就只要準備一些就是 小又好用又方便的 對 這個在家裡就是讓家裡的媽媽 然後太太也都很好使用 對 而且在清潔上 也都是非常好清的 你看其實像它這個 剛剛我們有煎嘛 對 會有噴嘛 會有一些醬油的渣 對 其實基本上有在主菜都知道 有醬油的渣如果燒乾了以後 其實它是需要用 比較用力的去刷洗 對 那這個其實現在只要紙巾這樣 稍微擦一下 對 它就整個都是可以清潔下來 就可以剝下來 對 可是是新擦耶 可是你這樣擦就要擦很久 好像也沒有擦得很乾淨耶 那我們... 當然 這只是在講說 我們真的要洗還是要水洗 所以說這個是在證明說 其實你只是它這個 你看它這個就是完全都不沾過 就是你稍微擦一下 就是可以很冷香 對... 對 立刻就可以馬上進行下一道料理 對 我們達人是有帶來什麼 小工具可以讓我們這個 更方便清洗它嗎 來 我很想介紹這一個 這也是在日本現在很紅的 對 一個銅的菜瓜布 就菜瓜布 對 菜瓜布 我們台灣菜瓜布也很多耶 對啊 很多 對啊 真的很多 可是它的不一樣 你看厚度 厚度也真的差不多 對 你剛剛說 銅的菜瓜布是什麼意思 銅有什麼樣特別的特性在裡面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用到銅的 對 銅的特性呢 它最好的地方是 抗菌 它的抗菌實在是很強 強到它可以就是殺大毒 大腸菌 大腸感菌 所以它對細菌是很... 可以殺菌的意思就對了 對 而且比如說你把它放在 就是洗碗的地方 那不是常常就會有水水的 對 就會潮濕 會長一些黴菌 對... 你是把它放在那邊 它周圍的都不會有黏黏的 你說褲子在瓜布本身 它附近周圍也都不會有 黴菌產生 對的 而且它最好的地方是 像有一些不沾鍋 我們還是會就是要清洗 那清洗的時候 可能就會用其他的這些 這些都不能用來刷 對 這不能 這絕對不能刷鍋子 只能用這種軟軟的 可是這問題 這軟軟的一下就斷掉了 對 就很容易就壞掉了 而且它的抗菌力 只是在外表 它的抗菌只是在外表 可是這個它是把銅的微分子 把它放進去裡面 織成菜瓜布 真的嗎 那你不能光說不住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來 我們來沾水試試看 所以你說的是個銅的菜瓜布 就是它有銅的成分就對了 對 然後它可以殺菌 然後它又可以洗這種不沾鍋 也不怕把它刮壞了嗎 對 它完全 因為銅的它的微分子是球狀的 所以就算你怎麼刷它的外表 就算你這樣刷 它其實也不會把它摔壞 對耶 因為說這種塗層的東西 我們都要比較小心去照顧它 對不對 對 像鏟子也都盡量要用木鏟子 就是怕會傷害到它的塗層 所以說我發現 伯伯媽媽媽們 你真的要選對好的鍋具 你才可以五星級 就是五星錢 五星到錢 還可以做五星級的主廚 像我們大師這樣子對不對 對 所以你今天學到了嗎 選對好工具 輕鬆料理好愜意 消費情報在我們下次見 拜拜 妳快點 我要來吃我的雞皮 對耶 整個都洗掉了 所以它的外圍也是一樣 可以用這種菜瓜 不怕傷到它就對了 真的不怕 真的 而且它是日本來的鍋具 也是滿名價的對不對 對 我覺得